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0号 星期四 欢迎大家来到宅山英YouTube频道 聊聊天 散散心快乐一整天 169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1853年的10月20号 因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 克罗米亚战争爆发了 克罗米亚就是现在俄乌战争的 原来属于乌克兰的克罗米亚 克罗米亚战争是由 俄罗斯帝国对外侵略引起的 这次也是侵略 是欧洲在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 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国际上的这种战争 俄罗斯帝国当时的沙皇 尼古拉斯一世 为了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 东正教徒 这肯定是个借口了 为这个理由 要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在境内的圣地巴勒斯坦 建立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地 这个就是俄罗斯帝国几百年以来 不断的向东或者向西 扩张领土的时候 经常用的一个出兵的借口 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肯定拒绝了 你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土内 批一块地给人家国家 所以俄罗斯帝国的沙皇 尼古拉一世就决定 按照以前的惯例一样 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了 随后俄罗斯帝国出兵 在多闹河的领域 进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蜀国 法拉吉亚跟维尔达威亚 随后呢 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结盟 对俄罗斯帝国宣战 那克罗米亚战争 因为这次战争最漫长最重要的战役 都是在克罗米亚半岛上爆发的 当时克罗米亚半岛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 所以这次战争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克罗米亚战争 战争持续到1856年结束 最终呢 俄罗斯帝国全面的失败了 克罗米亚半岛也被联军占领了 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在战后 与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签署了巴黎合约 巴黎合约中规定 英法等欧洲国家共同保证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和完整 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拥有舰队 禁止建立海军基地 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沿岸 建立保有兵工厂 不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阿兰群岛上设防 把多闹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 割让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高加索的卡尔斯 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并放弃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 东正教的保护权 然后呢 塞维亚 瓦拉几亚和摩尔达威亚的宗主权 仍旧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所有欧洲列强呢 做的就是把已经占领的 科罗米亚半岛 还给了俄罗斯帝国 在俄罗斯帝国 签署了巴黎协议之后 实际上国内经济危机就很严重了 又面临到来自于英国的威胁 英国的势力当时很强大 所以怎么办呢 面临这种经济军事的双重压力 俄罗斯帝国不得不把 阿拉斯加用极低的价格 基本上半买半送 就卖给了美国 然后呢 这样子就可以用美国的势力 来牵制一下英国的势力 不至于自己的 军事上的压力太严重了 那由于这一次 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的失败 那俄罗斯帝国就没办法 继续向西方进行侵略了 他就开始转身 大规模又对远东地区进行侵略 咱们都知道 其后跟清朝发生了很多次的战争 当时处在清朝的中国 在俄罗斯自己啊 这50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中 反正一直是向东或者向西侵略 一个方向侵略受阻 就会转分向另一个方向侵略 这几乎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一贯的风格 那次科罗米亚战争结束以后呢 就基本上把俄罗斯帝国内部的资源和势力都耗尽了 民怨沸腾 沙皇的势力呢 得到了极大的削弱 这为几十年以后 俄国共产党十月革命翻身 建立苏联 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169年后的今天 现在俄罗斯又开始侵略乌克兰了 然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焦点 又一次汇聚到了科罗米亚半岛上 那如果这次俄罗斯 俄乌战争再次全面失败 侵略战争失败 科罗米亚半岛 也许就是俄罗斯这个 常见的独裁的独裁帝国 独裁者的宿命所在 在以前的科罗米亚战争中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英国的女护士南丁格尔 使用自己创造的方式 在战争前线护理伤员 使得伤病员死亡率 大幅度的下降 由此呢 导致战场的医疗 完全得到了改善 南丁格尔护理制度 就在那个时候就诞生了 南丁格尔是个很著名的护士 小常识 历史上今天讲完了 跟大家讲主题之前 先抱歉一下 本来答应好大家的 今天的视频 是跟大家讲八卦 让大家放松一下 内容我都选好了 一个是2000年前 北京色情行业的揭秘 一个是数字货币的介绍 但是确实是在昨天 二十大报告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出来了 我觉得我有必要 今天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所以上面两个八卦内容 我只能等下周再跟大家说了 很抱歉很抱歉的 下周我肯定讲 大家放心吧 名字我都讲了 内容我都说了 对吧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事呢 昨天是在中国国内上了热搜的 上了热榜的 国内的十几个官方的媒体 都对这个东西做了重点的评出 还采访了很多的专家 属于二十大报告热点中的热点了 那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在这次二十大的报告中 梁百斤同志又创造了一个新的 八个字组成的金句 新金句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出的重点的话 在国内都叫金句 金颜色的金 句子的句 中国现在全民拍马屁 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 现在目前对习近平拍马屁的程度 在全世界 就是这么一个政党国家专家拍马屁 在全世界只有金三胖 可以跟习近平媲美了 世界是找不出第三名的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就这两个人在全世界都是被 所有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领域 拼命的拍马屁 拼命的歌颂 然后这两个人呢 金三胖好赖 三十多岁 人家同一个国家 真有点本事 习近平呢 就没法聊了 这个 最后再说吧 反正中国有这么一个人 真的太逗了 我也是觉得 在这个新的金句 金的新的金句面前 其实还配有一个也是新的金句 那这个金句是什么呢 后面那个金句就叫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 前面那个金句叫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这段话呢 是讲到社会共同富裕的时候 习近平提出来的 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跟手段 梁白金在报告中说 坚持暗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坚持多劳多德 鼓励勤劳致富 促进机会公平 你听这些话都是对底层人说的 底层 暗劳分配为主体 多劳多德 坚持 鼓励勤劳致富 促进机会公平 再往下呢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惯例 不会提高输人群的任何事 高输人群的态度 实践中来解决 咱们下面就是什么 下面两句叫 规范收入分配制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 然后提到呢 在此外呢 这个报告中 二十大报告中提到 怎么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呢 很简单 要构建 怎么来去做这个 全民共同富裕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呢 要构建财富的初次分配 财富的再分配 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合理机制 然后这段话呢 就成为二十大的一个热点了 很多专家很敏感 国内外专家都敏感 开始对这个东西进行解读 解读的结果 大家都一样 但是解读这个结果 对社会的意义 有一些不一样 对 大家都开始解读 特别解读规范财富 累积机制 这句话 那怎么规范呢 这个说了 要进行财富的二次分配 甚至三次分配 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以后 现在的结果就是 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太快了 低收入人群的增长太慢了 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咱们领导说了 这叫富者累聚万 贫者食糟糠 我们古代的名言用在这了 这种局面必须要彻底的进行改变 要绝对保证按劳分配的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坚持多劳多德 鼓励勤劳致富 促进机会公民 其实这些话说完了 最直白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 专家分析点一样 就是要杀富济贫了 因为目前中国所有的有钱人 是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付出的劳动力 跟拥有的财富是匹配的 大家都是人 没人是神仙 劳动力怎么可能差距这么大呀 你就算是一个公司老板 你最多也就只能比员工 多付出十倍二十倍的劳动力 那你这么多劳动力 你的收入可比员工成百上千倍的高 其实你就是想证明 你比员工多付出了十倍二十倍的劳动力 都很难证明 那你即使证明了 你真付出这么多 你最多也就只能 有比员工多十倍二十倍的收入 累积这么多的财富 那你现在这些财富怎么来的 中国这么多有钱人 累积这么多财富 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通过按劳分配的原则 获得的财富 那就只能必须要进行第二次再分配了 还不合理 那就进行第三次再分配 一直达到奖励勤劳致富 促进机会公平这个结果 大概率中国有钱人都是证明不了 自己是通过勤劳致富获得财富的 只要你证明不了 中共肯定是要拿走的 至于给谁怎么再分配 那是中共的事情了 跟你们原来这些拥有财富的人没啥关系 在这一点上 国内外专家的认知是一致的 就是中国二十大之后 肯定要开始具体落实杀富济贫了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国内的专家都认为杀富济贫是好事 富人该杀 杀的彻底 为富不仁的人太多了 低收入人这么多 都是为富不仁的造成的 赚的钱都不是好来了 一定要坚决的杀 那国外的专家都认为呢 这些有钱人是中国 到现在为止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 把这些人都处理了 都干掉了 就没有努力支付的榜样了 最终大家就不会努力了 形成大锅饭 都变成贫农了 没人就愿意更加的去 加油创造社会财富呢 两拨的专家的结论 有没有道理大家自己琢磨 但是两拨专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 就是表现形式是一样的 就是都会要杀富济贫了 当然呢 我自己个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呢 比两边这些专家呢 还都有一些本质上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表面上呢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 这句话肯定是要做杀富济贫 这个不用讲 这个因为这么多国内外 这么多专家解读 大家都一致呢 就肯定是要杀富济贫 但是我觉得本质上呢 这个杀富济贫是一个开端 不是个结果 他最终要做的是什么 就这两句话 是要在中国完整实施计划经济了 也就是这两句话 是要实施计划经济的典型信号 当然现在中国要搞的计划经济 肯定不会像几十年以前一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 200斤没这么傻 肯定跟他做其他所有事一样 你看200斤这十年来做的事 叫温水煮青湾 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我不知道到今天有没有人发现 我们跟十年前相比 我们早都在计划体制里了 中国整个都在计划体制里了 你们想想你们说什么 写什么话语权 是不是被计划的 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是不是 你们获得信息的权利 是不是被计划的 什么能看 什么不能看 不是你们控制的吗 你们所有现在的出行权 交往权 是不是被计划的 国内的动态清零 出国受限制的 你们现在相互之间 沟通交流的权利 是不是被限制的 微信聊啥 朋友圈贴啥 你们现在的孩子的教育权 是不是被计划的 学什么 通过什么途径学 现在私立学校也取消西方的教育模式 都变成计划的教育模式 你们买房 什么人能买房 什么情况 是不是被计划的 恶意不买房 都变成了对公务员的处罚条例了 你们现在的存肯跟取款 是不是被计划的 自己放在账上前 是不是你想存就存 想取就取 想运用又用 你们的社保体系 特别是养老 是不是被计划的 说延长工作年限就延长 说退休 晚退休就晚退休 等等 等等等等 你们自己好好想吧 对 如果有现实就驳斥我 时间是检验之内 唯一标准就驳斥我 说不是 为什么都被计划的 因为独裁体制本身就必须是计划的 独裁的体制的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才能紧密关联 独裁如果不计划那就没法玩了 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实施独裁呢 能够就变成了市场说了算的 不是独裁者说了算了 市场经济跟独裁体制本身就是矛盾的 习近平在政治手腕上应该是很牛的一个人 很牛的 所以十年的时间 这等于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把中国现有的各方各面都逐渐变成了计划体制 但是温水主行王几乎没有引起 所有的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包括真正的关注 特别是西方社会 对中国十年来的本质变化 完全忽略了 所以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现在还想的太好 他们很多政策都还太偏柔和 因为没人懂 现在的中国跟十年前的中国 跟韬光养晦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二十大了 无限序碑的独裁体制开始落地跟实施了 两百斤就必须把计划完全的做到各方面 特别是经济一定要计划起来 所以以前呢 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全国的商业整体一体化 把全国整个商业发展要计划起来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规范财富分配秩序 这两句话了 本身其实收入分配这个词就是计划经济 收入是我们获得的 不是谁分配给我们 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词汇 如果不是计划经济都不会聊 现在呢 要进来这个 我两三个月之前就跟大家说 中国以前搞的那套经济体系是一定要垮的 房地产 地方债 金融 200斤要想保证他上台以后不会因为现有经济问题的垮塌 他的政治统治出现大问题 就必须尽快实施计划经济 大家愿意看可以看我两三个月以前大量的视频讲了这个问题 要实施计划经济 所以呢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这个金句一出来 我感觉200斤该做事了 到位了这句话 再加上上一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这两句话 一个 社会主义新时代计划经济的核心就出来了 按照目前人类发展的相关情况 梁白斤很厉害的 把计划经济这个大家都很反感的词 重新包装了一下 与时俱进的包装了一下 让现在我们 大家基本都认不出来他的本质了 在执行中只要规范了收入分配秩序 那么中国所有人增量资金增量财富就被规范了 那只要规范了财富累积机制 那么中国人现在所有的存量财富 存量资金资产也被规范了 那中国就真的进入到计划经济了 因为谁来规范 规范谁的收入 规范谁的财富 规范到什么程度 大家自己都能明白 无上限 无底线 都能明白 对吧 中国以后社会大众的收入 肯定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规范进行分配的 按劳分配啊 中国人的财富资源 也是由中国共产党规范进行累积的 促进机会公平啊 规范收入分配机制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 这两句话 出来 以后围绕这两句话 国家国家的各相关部委 跟经济有关的执行机构 做所有与此有关的计划经济 各种落实的政策细则的时候 就都有依据了 这里面要做的 最先要做的 就跟前面咱们说的 所有专家 敏感的感觉 这是一样的 就肯定要杀富济贫了 这是计划经济能够落地的前提 讲过了 计划经济要能落地 必须先要把这事干 这是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果 共产党当年49年刚上台建立新中国的时候 也是这样 逐渐有一个过渡 然后杀富济贫 然后导致最后计划经济 当时叫私营经济 完全在中国消灭掉 全面都实行国有经济 实现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是不允许一个社会里 有明显财富差距存在的 那么明显的财富差距 那么存量财富完全不一样 计划经济怎么真正落实啊 现在反正中国各大银行 放着中国居民 114万亿 应该现在到115万亿的存款了 你们不是不花吗 有钱人不是不花吗 炒房子在中国 不是有上一套的房子 在手里面都空置吗 那没关系 那就按照规范收入分配制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的原则 由中国共产党帮助大家 对这些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或者三次分配 现在中国有钱人 如果明白过味来了 开始销售资产 转移资产 不好使了 在目前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先进信息化 全方位 全天候监控技术面前 我已经讲过这种监控 我多厉害了 你们现在所有转移财富 销售财产等各种行为 都是白忙 两百斤在玩政治上的 两百斤在政治上玩的手腕手腕里面 两百斤在政治上玩手腕的方面 是很高明很高明很高明的 否则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的这么多年 把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位置变得这么牢固 第一个五年里 其实两百斤做的什么 就是把党中央的枪杆子军队和笔杆子宣传权完全抓手里了 第二个五年咱们也看清楚多牛啊 把党中央的刀把子 攻减法系统跟钱袋子 中央财政完全抓在手里了 这习近平的聪明才智 几乎都在政治上面 那这种聪明才智 在下面呢 咱们就都知道了 为了独裁嘛 肯定开始从党中央的层面 在二十大以后 无限续杯了 转移到全中国人民的统治上 疫情的出现 其实是让习近平抓住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真的千奶难逢也算机会吧 两百斤利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拥有的特殊权力 极大的巩固了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统治地位 现在习近平通过静态清零也测试出了广大人民 中国人民在应对独裁统治时候的抗拒底线 上海不也就这样吗 底线都看见了 疫情其实变相帮了习近平一个特别大的大忙 我自己的预估是 目前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规范财富累积机制的前提下 两百斤应该会构建一种 循序渐进相对温和的新型的计划经济模式 逐渐出台各种计划经济为内核 但是表面上包裹了各种名正元顺外衣的经济策略 然后逐渐逐渐加强他对中国社会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独裁统治 一直到全面能够独裁为止 等到他能够清晰的 感觉到这个国家所有的层面 所有人的经济名脉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 他才会露出一种 完全不管不顾的 恐惧的獠牙 想做啥做啥 任意胡为 这是我的感觉 但是目前阶段杀富济贫的这个事 肯定是首先要坚决严厉的做起来的 因为毕竟通过公安系统倒查20年 是让习近平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的 就通过这么一招 就把整个公安的刀把子全都给抓到手里 让公安系统内部的所谓那些控制权力的高层 在他自己的淫威下颤抖 想抓谁就抓谁 他这个经验一定会被下一步用到中国有钱人身上 就像国内的这些专家分析的一样 当然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傻到根上的 就只要是杀富济贫了 老百姓都会拍手叫好 没有人会明白背后的原因 200斤是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对这么干 都以为遇见了青天大老爷 为老百姓着想杀富济贫了吗 对吧 反正国内都是傻的都是精神病 斯德格尔摩综合症患者 对没办法 我不是说听党 我说大部分人 对不起啊 不是说大家啊 因为你们不清醒 就不会出来听这些东西 对此中国国内的很多有钱人 跟大家讲啊 如果你还真的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幻想 请看一下十年来两百姓所有的做事风格 听季燕观其行啊 看看他做啥了 他是不是会对有钱人做秋后算账呢 这必然的 习近平上台以后 大家应该知道 从官方数据统计出来的 十年间仅仅是国家纪委 不是公联法啊 纪委 虽然纪委下面有公联法 但是光国家纪委牵头 就查出了中国四百多万的领导干部 中国一共多少领导干部 四百多万什么概念 每年四十多万 每一天要上千人 一两千人 每天一两千人的大清洗 每天啊 一两千人 连续不断的清洗 三千六百五十天 你才能清洗四百多万的领导干部 所以你想想 查出了四百多人 而且包括了392名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在查出的时候一点不手远 很多导致很多的 省市县一把手二把手 长期空缺都有 也查出 很多离退休的老干部 就是因为曾经 占到过两百斤的政策对立面 或者得罪过两百斤 甚至有时候就仅仅是 说错了一些话 做错了一些事 让习近平感觉 这些人可能出问题 怎么办 就被中纪委组织起来 重新把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前的事 都抖出来 然后呢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判刑入狱 大家好好看看 他做事的风格呀 所以现在中国的有钱人 我跟大家说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让你有钱的 你记住了 除非你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 你是习近平派系的 那没什么问题 栗战书的问题也多了 对吧 习近平就全都能忍 因为一个派系的 自己人要都宰的话 还真有人跟他干吗 除非你是习近平派系的 否则不管什么原因 让你变成有钱人 你在二十大之后 肯定都是被计划的对象 只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 二十大报告显示了 这个金句 两个金句以后 国内外专家反正都解读了 这个上面我已经讲过了 国内官方主流媒体 都有解读文章 我建议国内所有感兴趣的 咱们朋友们 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这些解读文章 专家一致的意见就是 一定中国共产党 要杀富济贫了 国内专家都是这么说的 你就别提国外了 肯定也是一致的 现在呢 我还每天看到 国内很多有钱人 真是大傻子一样有钱人 每天热衷于 房地产投资 股票投资 期货投资 基金投资 保险投资等等 还梦想发财呢 我觉得真的都是傻子挺可以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现在就算赚了钱 你给谁赚钱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已经成为 要被规范的对象了 你的收入是财富 收入都是国家分配给你的 你是规范的对象 今天大家应该终于明白了 讲这个明白了 为什么我两三个月之前 一直反复劝国内的朋友 要分期分批 慢慢的小额小额小额的 把现金取出来 放在自己家里面的柜子里 明白了吧 就算你不知道 不相信我说的计划经济 整个全要来了 那这么多国内外专家 一致都说要杀富气贫 证明杀富气贫的信号 已经太明显了 不会所有人全错了吧 那错的也太邪乎了 对吧 所以应该知道 把现金放在自己家里 个人的柜子里锁起来 谁也不告诉 谁也不知道 未来的重要性 知道了吧 二十大以后 那不会换货币 还是这个货币 不会换的 但是二十大以后 你到各大银行 你取个现金试试 你可以试试啊 今天听到我讲话 如果不信 你就可以去试试 提前打电话 一百二万 二百万现金 你看看银行 能不能给你取 个人取款 你是不是要出去 很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你要取 提供很多证明材料 才有一点点可能能 取出这么多现金 甚至银行 你提供了所有的材料 它都各种理由 各种东西 就是不给你取 它就不会让你有 这么多大额的现金 在手里面 银行内部应该已经 有这种 类似于计划经济前期的 这种客户存取款的方案了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有了 就跟商业已经全国 一盘棋一样了 都有中央统一管理是一样的 习近平的 这种计划经济里面 一百一十五万亿 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五万亿的 居民个人收入存款总额 一定是个很大的诱惑 也是均贫富的基础来源 对啊 有钱人拿过来 给穷人发一点 大家就很感激了 如果到今天 我们中国国内的人 国外的人不用讲 大家都能想到 中国国内的人 还有人认为 200斤做不出计划经济 这个事儿 我觉得其实你也挺没有必要 继续看我的视频了 我脚不醒装睡的人 十件事检验之内的唯一标准 还得跟大家说 好好地想想 过去的十年 有多少大家十年前觉得 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 不可能计划的事情 控制的事情 限制的事情 习近平是不是全做出来了 而且还做绝了 做到底了 看历史看事实 真正理性的人 有脑子的会觉得 有200斤做不出来的事情吗 现在呢 你才去银行开始取钱的 以前不信 看了二十大才去的 就有点被动了 但是你也只能像我当初说的一样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取 绝对不能取多了 否则一旦你被银行系统 把你标注成有问题的客户 你就啥也取不出来了 甚至于钱 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冻结了 我个人的感觉 由于这次新的金句 金句经过了修饰 所以大部分的国内外 新的媒体和专家 还都是迷惑的 以为就是单纯的要杀福祭贫 藏在后面要真正开始的 计划经济的目的 大家都没有看出来 对 计划经济的本质 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计划 控制全社会的财富跟收支 表现的样态 实际上是与时俱进的 不像当年一样 表现的那么 傻傻的 要做的东西 对 前面的商业的全国一体化 这个已经说过了 已经计划 已经落地开始实施了 这次再把所有人的 个人收入计划了 规范了 再把财富规范了 计划了 那新的计划经济就算全面展开了 当然上面我说的所有的话 可能是我个人对二十大报告过度解读了 虽然我个人不愿意相信 但是有可能 是因为纵观习近平这十年来显示的政治手腕跟阴险程度 都是远远远远超出我背的想象能力的 所以也不排除我因此把 200斤的政治行为想得过于高深了 骨子里我很希望我自己卑躬摄影 这次200斤的行为 仅仅只会停留在国内外大部分专家分析的杀富济贫 这个层面上 如果这样的话 还能给国内很多的中产留一些空间和时间 包括认出来的空间和时间还会有 至于中国未来的整个国家的经济 这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 没有任何希望了 所以呢 在实践中 其实只要中国共产党 没有根据我在当年那个视频 不是当年 当初那个视频里说的 就是中国经济脾及泰来的唯一出路 我在这个视频里谈到了 中国经济当时怎么扭软局面 中国共产党只要没有按我说这个办 中国经济肯定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未来中国经济只可能按照我其他视频中 确认的时间表 明年年底 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底 开始进入到整体崩溃的程序 但是呢 计划经济就不怕了 爱崩不崩 无所谓 我其实是不想让中国国内的朋友压力太大的 只是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 这次二十大开会的全部情况 相信整个所有中国国内的朋友们 全都看到了 举国上下 只要能露脸的名人 各行各业的人员名人 全部都对着一个两百多斤的肥猪一样的 小学文化的傻叉 无所不用其极的 鳄鱼奉承 吹牛拍马 献媚 你们想想是不是 关键是平时那么爱对全世界 大放厥词的中国精英们 对吧 人家的缺点全在眼里面 全看得见 这次除了选择 极尽献媚或者莫不作声外 没有任何人发表一个什么反抗啊 不同的这种意见 谁也不敢 中国国内哪有精英啊 都是傻叉 哪有精英啊 都是蠢货 中国共产党一亿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一亿共产党员 我们能够看见的 表现出来的 全部都是对着两百斤的大肥猪 下跪称臣 舔脚趾头 表示自己的忠心 你们好好看看新闻是不是这样 就国内朋友们 你们看看这次新闻 看看二十大报道 看看所有的金句 看看一个个新闻里被称红框的地方 然后看看所有的这种新闻的评述 和来自于各行各业 各色人等在这个活动中的丑陋表演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们还觉得未来中国有任何一丁点希望 我觉得确实脑子里进水会被驴踢过 对 我特别高兴 现在特别高兴 终于高兴我当年的选择 被中国所有的媒体称呼为大骗子 骗子界的天花板 我特别希望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能骂骂我 能揭露揭露我 我他妈太高兴了 我这辈子无上的荣耀 对呀 现在只要是中国媒体骂的 我认为就一定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 只要是中国媒体夸的 就一定是无限丑陋跟阴暗的 中国共产党喜欢的全是傻串 中国共产党反对的全是好人 没办法 这现在就是我的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就是这么想的 就我这就真想不明白了 就这个人傻逼到这种程度 你们看媒体这个蠢货 14亿人呐 你们就整不了这么一个傻逼和蠢货 就看着他这么表演 那么多手握权力的人 你们就愿意一辈子都这么活着 就一辈子跟个 看着这个这么蠢的人在上面 就你们就握着拳 就一辈子这么侮辱的 屈辱的在底下待着活着 这就是中国 内心我都接受不了 这是生我养我的祖 我都接受不了 这国家和这全国的人民 怎么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别在评论期给我讲原因 讲理由 你们不愿意就出来 你们想出来 多傻的人都有能力 多低端的人都有能力出来 就别呆着了 你们呆着干嘛 别给我讲呀 我什么这个那个客观理由 我什么家里人 别扯了 就这个全国人 能够对一个人奉承 恭维成这个样子 我们当年怎么看朝鲜 为什么叫金三胖 在我们园里多么可笑的现象 一模一样的事发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然后全中国人民 失落 网闻 拍手叫好 不知道吧 最后几句 我自己内心的真实 绝对真实写照 我说了啊 说话特别不好听 好吗 谢谢大家听我瞎逼逼 谢谢大家